老百姓拼命比谁家穷 越穷越好 豁出来倾家荡产 我也要变成最穷的一个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朱元璋的红五年间 就搞了一个梁掌制度 在老百姓里挑一些有钱人 担任梁掌 替朝廷去征收粮食 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说 你们都那么有钱了 替我做点事 又替老百姓造福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但问题是啊 这个梁掌不好当啊 朝廷要梁要钱 这地方衙门也要费用 这些数字都要摊派给梁掌 就别说你能不能足额征来钱梁 就单说这些梁食的运输费用 就足以让一个富户加克人亡 你完成不了朝廷的任务 那就更是死路一条 所以对底层老百姓来说 我宁愿当穷人 也不当这个梁掌 大家族啊 就赶快分家 分散财产 不当富户 没几口人的分不了家 只能赶快消耗 能吃吃能喝喝 把钱花光 所有的人都不愿意当富人 这地方衙门呢 就只好下调选拔富人的资格 下调之后 大家再拼命变得更穷 然后选拔资格再下调 拼到最后 这地方就只剩下穷人了 当穷人呢 好歹还能活着 比当梁掌 加破人亡 那是要强的多了 发生什么时候 落色就好 我不要 再来 那是要强的多了 我们现在在拼带 尾心中了 这地方是 下调之略的多了 下调之征的音乐 上反正的音乐 就终于 我每天一 Fer宝的想法